好 全臺五到十一歲的幼童 已經開始接種第二劑的輝瑞BNT疫苗 那麼五歲以下的小小孩 也將要可以來施打著莫德納疫苗 但是對此呢 臺北市副市長蔡品官就提到了 他擔心著抽單朝會來重演 因為若是未來開放嬰幼兒 可以打BNT疫苗 恐怕就會影響到家長意願 孩子打疫苗忍不住放聲大哭 爸爸看了好心疼 只能不斷安撫 二十二號 各縣市陸續開打兒童輝瑞BNT第二劑疫苗 家長趕緊幫孩子預約 原本就是打BNT 沒錯 我們打第二劑 因為BNT的小孩子 那個美國FDA有過 所以這是我們的考量 除了到特別門診 臺北市六月二十三號到七月二號 會進到校園集中接種 兒童輝瑞BNT第二劑疫苗 6月二十五號則會在內湖 西門 景美還有文化國小 開設疫苗接種站 施打輝瑞BNT第一劑 還有莫德納第二劑疫苗 而接著六個月到五歲的嬰幼兒 終於也判到疫苗 日前食藥署核准 可以施打莫德納 中央也採購高達兩千萬劑 不過臺北市副市長蔡炳坤 又有話要說 就怕抽單草重演 因為家長們可能這樣想 是今天滿月 所以還沒打疫苗 如果說BNT的副作用 稍微比較小一點點 但多少還有保護力的話 我可能會考慮BNT 看看數字台北市校園集中接種的調查統計 發現幫小孩選擇莫德納的只有七千七百九十八位 反觀輝瑞BNT大爆棚 死亡多人等著打 幼兒打疫苗充滿變數 而長者施打率搞定了嗎 下一位 長輩排隊要施打第四劑疫苗 近來似乎出現反轉跡象 老人家也要衝高保護力 因為我打過莫德納 我想說BNT多打一劑試試看 我只是說多一個多一劑 這樣混著打會增加抵抗力 疫情說變就BNT 現在能做的就是把疫苗打好打慢 盡可能降低新冠病毒的威脅 記者 我們來張小元SNG小組採訪報導